欢迎大家收看Philip Channel 我是辉纳的高级业务经理佐藏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疫情最新的发展 美国过去这10天每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 4万多到6万人一天 虽然在疫情环球蔓延 和中美关系越来越差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会看大市 不论是恒指 大陆的上证指数 或者美国的NASDAQ指数等等 其实市似乎是越升越有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结钱 首先 如果我们讲的是美国联储局 它为了舒缓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其实已经扔了几万亿的美金 来处理相关的经济问题 而不单止联储局 其实全球各国的政府 央行也都做着类似的事情 出来的效果 就是令到市场有非常之多的热钱 多了这么多热钱 但是 因为资金是要出路的 而 好一部分的国家 他们的国债息率 已经跌到负息 又或者是非常之接近零 息率的情况下 那些热钱其中一个可能的流向 就流入股票市场 整个疫情 对经济影响有没有呢 有 经济数据是否差呢 经济数据是否差呢 经济数据绝对不漂亮 是差的 但是 资金追逐一些短线的利润的话 他们可能会无视了 经济的机表面 造成股市和实际经济的情况有所脱节 当然 大家要换个另一个角度 也可以看回 就是 可能 市场对 未来的重启经济 一路的憧憬 因为 就是说 全民中 9至12月 可能有些疫苗 这个 亦都可以是 资金偷步入市的其中一个原因 亦都有其背后的一些理据支持 无视 中美两国的关系 现在越来越差 那说明年底 美国就总统选举了 特朗普如果说 在这个经济方面 或者在疫情控制方面 亦都没有什么拿出手 会不会最后 他为了当选而打这个中国牌呢 甚至一些极端少少的措施 例如说 限制美国的资金 不能买香港或者内地的一些股票 做相关的一些金融投资 当然这些是一些很极端的措施 但是 很肯定是会带来一轮的市场动荡 只不过如果这些钱 不能买中港两地的股票 那买什么呢 会不会回流买美国的股票呢 又或者大家会看到近期 有不少所谓的笔水资金流入香港 那就算其他国家的资金流走的 其实大家也不能忽视笔水对香港的影响力 那当然了 如果有关的措施 如果真的推出的话 其实那些后果是很难以预料的 雙方其实未必会推出一些极端的措施 可能只是一些相对比较温和的博弈 如果是这样的话 后市大市的走向可能是基于这些热钱 和对充顶经济重启这方面作为一个主导的 在这些角度下 未来大市固自然疫情是比较难因 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复 但是方向上 可能再跌的空间不大 甚至有些会继续上升 但是当然了 疫情的也没人说得慢的 如果是类似 刚才分享到的看法 对后市提起得比较好 但是稳妥一点 可能都是选择一些 中港两地或者美国各方面的一些科网版块 因为相关一些公司他们的业务 在疫情底下是受影响比较少 有些会是一些比较值得憧憬的股票 以上纯述个人意见 并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欧兰建为政监会的持牌人士 直至本评论发表之前 本人以及联系者并无持有所提及证券的 所有相关财务权益 多谢收看